怎麼樣處理巴拉圭大選後的情勢 你們現在沒有因應小組 我們也有一個大使館 我們也非常密切注意到我們 大使館在第一線沒有錯 可是大使館還是聽命於你們 大使館還是聽外交部的 還是聽國安會的 對不對 這個每一個小組在準備 我們都在觀察 也在密切注意這個選情 你剛剛提到的這個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這一定要做最壞的 What is the worst 到底是什麼 我可以跟委員講 就是說 中國大陸也很明顯的 也在拉攏各方的候選人 所以我才提出這個警示 因為這個很明顯 如果候選人都這樣講 你們不做準備 或者是說將來選完之後 萬一是他當選 不管是不是他當選 其實從整個巴拉圭的國家利益來考量 我們到底怎麼樣保住這個邦交國 我們已經講過 我們會願意跟任何 由巴拉圭人民選出來的總統 新政府來合作 我們會議員